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民進黨前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他日前發文指出說 黨內議員王世堅的爸爸 在白色恐怖期間出賣讀書會的同學 只有他自己一個人飛黃騰達 那這個貼文PO出來之後也引發爭議 王浩宇指出 王世堅爸爸王明德 就讀台灣大學期間參與讀書會 為了追女生將禁書送給女孩 想在對方面前建立英雄形象 結果女孩不領情隨意亂丟被查獲 王明德被捕之後咬出所有的同學 被出賣的同學多遭判處死刑 只有咬出同學的王明德 為黨國立大功 竟輕判感化教育 最後同學都死了 只有出賣大家的飛黃騰達 這則PO文引發很多爭議 更被批不道德 對此他認為 王世堅和高嘉瑜利用言論自由 鬥爭黨內 圖自己政治利益的做法比較不大德 那我們呢 一天五間新聞昨天也有私訊王浩宇的臉書 詢問此事 不過目前還沒有得到回覆 對於王浩宇的指控 王世堅在昨天上午受訪的時候說 自己的父親不是這種破憤者可以侮辱的 他不懈唾棄已經被罷免的人 甚至連他的名字都不想提 今天是民進黨最應該團結的一天 我很遺憾 結果還是有人要出來破憤 那我希望新春的這種喜氣啊 能夠洗敵 破憤者的心靈啦 我父親 民進黨的人格 跟他的犧牲 不是破憤者 他們可以去胡說八道的 那 我還是希望 因為這是民進黨最應該要團結的時候 那麼要破憤 他要吵架 改天再吵 但我不屑 我不屑 跟已經被唾棄被罷免的人 你看我的名字都不想提他 我不想再提這件事 要吵架 改天再吵 而且吵 也不是跟破憤者吵 再來要追究的是水肥車 要吵也是跟水肥車吵 怎麼會是跟這種小咖咖 這是有計畫性的 那 在做 摧毀 我們黨內不同的生意 高嘉瑜也站出來批評王浩宇 他說在白色恐怖期間 沒有人是自由的 那這件事出來攻擊 非常的不道德 那王世堅也非常感謝 高嘉瑜在現在也算是蠻艱難的 一個時期間 還願意站出來替自己發聲 我謝謝高嘉瑜 他很很有正義感 而且在他這個時候 他自顧不暇的時候 他還願意聲援我 我很感謝他 那到底是誰 才是對民進黨 對我們台灣的價值 真的有貢獻 我想我們的民進黨 忠實黨員 跟社會大眾 應該會看得很清楚 高嘉瑜站出來批評王浩宇 他說在恐怖期間 沒有人是自由的 拿這件事情 來攻擊作為仇恨的對象 是非常不道德的 那王世堅 對於這件事情也非常感謝 因為他認為高嘉瑜 其實現在目前自己的情況也很困難 所以還願意站出來 真的是相當的感謝 王世堅聽到高嘉瑜的聲援 是相當的感動 不過高嘉瑜似乎好像有點不太領情 怎麼說 因為今天上午 媒體就問到高嘉瑜說 你這樣子聲援 是不是未來跟王世堅 是站在同一個陣線呢 不過高嘉瑜他就沒有正面的回應 只是邊走邊解釋說 今天好冷喔 我鞋子壞掉了 我要趕快去修鞋子 而且上車之後 他還拿起脫露的鞋底給記者看 讓記者呢笑了出來 因為昨天好像 王世堅議員覺得說 您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 然後妳還這麼挺的 他還蠻感動的 我鞋子壞了 要去換鞋子 妳有看到他其實有 就是回妳的部分 他說您都已經最近遇到了這麼多事情 還這麼願意挺他 天好冷 謝謝喔 是會跟王世堅議員站在同一陣線嗎 你看 另外呢 現在也有人挖出來說 王浩宇曾經為了脫嘴 咬出自己的親姑姑 這個行為呢 是比白骨還要白骨 王浩宇閉嘴啦 被妳害的還不夠嗎 王世堅的怒吼 嚇到記者 卻嚇不到桃園市前議員王浩宇 他化身靠谷學家 挖出王世堅的爸爸 在擺設恐怖時期 疑似出賣同學的事件 引發爭議 但王浩宇完完沒想到 自己疑似出賣姑姑的事件 也被人挖了出來 但楊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何景榮 15日在臉書貼出一張地檢署的處分書 指控王浩宇前年在太魯閣出軌意外後 大罵環團反對蘇花糕 還貼出一張意外班次的車票 澄清不是在趁熱度 嘿嘿 結果被抓包 是皮圖造假 遭何景榮控告 未造車票罪 王浩宇為了脫罪 向監禁共撐 這張假照片 是姑姑給他的 把他們拿來利用 利用完就甩開 這很不好 王世堅你不要來湊熱鬧啦 王友的火力就夠強了 狂算王浩宇大意滅親 何景榮挖出這件事很不禮貌 呵呵 但是很好笑 何景榮也痛批王浩宇批鬥別人家人 又出賣志祺家人 真的是被鼓還要被鼓 不過王浩宇隨機留言解釋 自己只是告知資料來源 假照片是姑姑從學生那裡拿來的 姑姑也是被騙的 不只網友替王世堅發聲 就連這個同是政治受難家屬的 王世堅辦公室主任沈志玲 他在15日的時候也說 任何黨國權威時代下的政治受難者 都是受難者 沒有人是贏家 判有心人士到此為止 沈志玲15日在臉書發文表示 自己本身就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難家屬 而且這個家屬是他的外公 也是陪伴他長大的家人 針對王浩宇十四日深夜的發文 沈志玲強調 任何政治鬥爭都不應該牽扯無辜 且已經過往的家人 任何政治動機與攻防都沒有偉大到 可以扭曲轉型正義的意義 任何黨國威權下 時代下的政治受難者 都是受害者 沒有人是贏家 希望有心人士到此為止 昨天是民進黨主席的補選投票日 總統蔡英文也在上午前往投票 不過當媒體問到說 投票率是否會破兩成 內閣改組等等的問題 蔡英文都沒有留步受訪 對於這次補選 黨政分離之後 民進黨會不會變成雙頭馬車呢 立委林楚音受訪的時候說 團結是最重要的 個失其職才會最流暢 無論記者怎麼問 總統蔡英文就是不回答 民進黨十五日不選黨主席 他一早到新北友和投票 外界關注他能否和新任黨主席 賴清德盡視前嫌 畢竟為了二零二零年的總統大選 他們在黨內初選殺到見骨 蔡英文的口罩底下是微笑 還是尷尬的笑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黨政分離後 民進黨會不會變成雙頭馬車呢 就算是過去主席 是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那麼黨政之間的分跡 也都是有別的 所以他不代表著說 民進黨會有所謂的 雙頭馬車又或者是 各領其政的問題 雖然林楚音強調 黨政各司其職可以更順暢 但鄉民比較想聽 蔡英文自己說 他日前睽違七百四十五天 再度受訪 承諾以後會多回答記者的問題 你們今天問了好多問題 不是今天完了 就沒有機會問了 所以不用受訪 才過了三個禮拜 小英你怎麼又熟口如瓶了咧 那我總是要好好做好功課 才能解答你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給我給時間做功課 行政院長蘇貞朝陽日前呢 核定了多項人事預算 不過卻被批評 他是撒幣來救官位 對此呢 他十五日受訪的時候呢 就把自己比喻成這個保衛大名的 忠誠袁重患 他說呢 袁重患不死清兵怎麼入關呢 不過這句話出來啊 卻被外界質疑說 你這樣是不是就在嘲諷 我們的總統蔡英文說 他是亡國之君崇祯皇帝呢 對此呢 蘇貞昌今天受訪的時候 他說他只是以鼓劍精 來呼籲國人同胞 要大家團結對外 蘇貞昌自比元重患一世 被媒體人之一 蘇貞昌是在嘲諷 蔡英文是亡國之君崇祯皇帝 認為他拿明朝的官比民國的事 是隱喻失當 對此蘇貞昌16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袁重患已經死了幾百年 連滿清皇帝都承認 當年分化離間祭成功 才可以拿下天下 歷史是一面鏡子 他是以鼓劍精 呼籲國人同胞在當今事局險惡的時候 要大家團結對外 不要中了分化離間祭再次上當 好 好 再來關心到的是 大家非常關注的 我們6000元的新春紅包 現在似乎卡關了 立法院長游協昌今天上午 召集了朝野黨團協商 不過歷經了一個小時都沒有結果 雙方都沒有達到共識 那似乎也代表著 大家想要在年前拿到錢 應該是沒希望了 這是禁服二讀的機率高 還是說復委審查的機率 等一下再講 好吧 我們再討論一下 我們再討論一下 沒有 會不會覺得國民黨在拖延這個時程 你禁服國民黨 好 好 協商過程中 對於要將兩個版本草案禁服二讀 或復委並無共識 國民黨團主張先發現金 要求先將他們所提版本禁服二讀 至於行政院版本則復委審查 但是民進黨團認為不行 必須並按處理 可是因為行政院所提版本中 還包括其他九個強化經濟項目 也就是還要其他預算 所以時代力量黨團認為 姿勢體大 應該要開聯席委和會嚴審 而不是禁服二讀 所以政院版的草案也卡關 藍綠言語交封快一小時並無共識 游錫棍也只好暫時喊咖 要求各黨團繼續溝通 再來帶大家關心到的是 嘉義日前在汽車旅館查獲 社情招映集團 那星科議員顏色不分藍綠 支持信專區顏色田勝傑 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也再度強調設立信專區的重要性 你可以就是可以查一下 就是之前本來就政府就有 中央政府就有立法令就是說 各地方可以就是設立信專區 也就是那邊可以進行就是 我們的合法的信交易的場所 只是他把這個鍋丟給的地方 所以地方要自己去設立 然後那個法案成立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 其實一直都沒有成立信專區 所以就是我們要推動的東西 演藝員說明性產業能夠提供的服務 相當多元 不僅僅限於性交易 也能夠讓失憶的人得到安慰 有些人期待能夠得到真實的陪伴 像是有人可以陪他說說話就好 他指出 如今的通訊軟體相當便捷發達 如果碰到心聲和感受想要訴說時 反而會更加摯愛男行 演藝員感嘆 人難免都會有感到孤單的時候 於是他上傳了一段影片 希望能讓大家感到歇喜愉悅 並說人生沒有什麼事情是一炮不能解決的 如果有就來兩炮